在演艺圈有师徒关系的艺人啊 还真不少 那赵本山和小沈阳这样的 都是大家非常了解的 还有一对挺低调 就是冯远征和余少群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 说冯远征是余少群的师傅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 既然是师傅 这徒弟在演艺圈 是不是要师傅汪汪扑扑路啊 的确应该如此了 我们知道余少群从出道到现在呢 两部作品 一个是梅兰芳艺 一个是《倩女约》 都是挺受关注的 但是其他的作品呢 都好像被大家都忘却了 这师傅冯远征怎么看呢 党的师徒关系两年多了 然后在最近几年 那个少群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出出的一个代表作 那您会在这个演艺路上 给他捕扑路吗 他有代表作呀 话剧《风雪一归人》 那是我帮他做的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不一定说电影电视剧 有代表作 因为他毕竟在成长 话剧这次对他提高挺大的 三年前因拍摄电视剧《百花深处》 冯远征和余少群结缘 2011年初 冯远征正式 收余少群为开门弟子 如今师徒两人合作 出演了电影《大明节》 不过当天的发布会上 徒弟余少群却并未现身 只有师傅成长 不仅如此 这师徒两人在片场 也都互相没见着 冯远征老师 因为这部戏 您的徒弟 那个余少群也在 觉得他表现怎么样 我没看 因为他宫里的戏 跟我没关系 他演的时候我没在 片场没有这首戏 会不会指导他一下呀 他会打电话 因为少群本身戏曲演出身 所以他可能会带 不自觉会带一点那种 说你该发火 你就盛常的发火 不要去演那种戏曲的那种发火 他重新认识了 怎么演古装戏 看来冯远征对徒弟十分上心 不过从2008年 演接演《陈凯歌版梅兰芳》 而出道的余少群 近些年 每年都有几部电影 电视剧上映 但并未获得很高的关注度 那么作为师傅的冯远征 就不着急吗 所以你对他的这个演组 都是有规划的是吗 对 一定要有规划 因为毕竟他已经到你的门下了 你要放任不管 最后说出去也不好听 对吧 就是第一 他不会去演雷人际 对吧 第二他不会演穿越